我也知道做二五仔的下場 不過如果你要懶惰我 我不會肯定下毒這種小疑惑 要懶惰你就不夠你了 你知道我是臥底, 還夠我? 因為我有事想知道 你進來萬國城查什麼? 我進萬國城是查紅他的販毒案 你查了販毒就直接入紅太 一晚覺醒幹什麼? 因為最初的調查目標是沙律姐 還有你 那你現在夠了解我了嗎? 我最初也有懷疑過你 不過認識你這份人 看你硬硬硬的, 又不覺得你是這種人 而且又找不到什麼線索 覺得你跟紅太販毒有關 所以我覺得不是你做的 那我們這位大偵探 現在懷疑是誰做的? 我覺得最大的嫌疑是麻鷹 不過懷疑土伯也可能有… 你跟麻鷹一向都不合理 不如幫我忙吧 你沒事吧? 你做染就好了, 還叫我 你大哥青龍哥坐了十幾年冤枉牢 你不想幫他拿回公道嗎? 我還有一件事想知道 什麼? 由你第一天回萬腳城之後 發生的所有事情 是不是全部都在做戲? 如果你不是兵, 我不是賊 不知道事情會不會完全不同吧? 我想唯一不同的 就是我們兩個不會認識到大家 好 這樣就散場了嗎? KK, 你真的拍得很好 尤其是你剛才飛下來, 轉身望我的眼神 我完全感覺到你那種內心的切熱 還有孤獨的感覺 原來那五分鐘有這麼深的意思嗎? 這些就叫以色流 你看多幾次就能感受到 什麼以色流? 我要的是戲院人流 你…你跟我拍一條鬼的影片 找鬼看? 是誰? 憲哥, 其實我用了歐洲電影的拍攝手法 融入香港電影當中 我相信會為觀眾帶來前所未有的驚喜 我現在就不放不驚喜 我給你錢是想拍一些我想要的東西 你給我玩了一些什麼…拍攝手法 我不管, 這段影片我不滿意 拍過 什麼? 這部電影已經拍完了, 怎麼拍過? 現在我是老闆, 我說拍過 好, 你是英哥嗎? 那你上天拍法呢? 你整部電影, 這麼多女演員 一些色情的東西都沒有 色情啊 沒有色情哪有好看 捉到腦袋都不會脫角, 就是你這種 那些三級片 更何況那些場面, 我是不會拍的 你不拍而已 沒問題 我找魚蛋媽媽做的女拍 然後再找一個記者去現場拍照 跟著登上報紙 你以為那些男人看完會怎麼樣? 一定會撲過來看 看完之後就去萬國城那裡撿起 真是有一戰雙雕, 想起都興奮 你就按照我的意思去撿一下 英哥, 你這樣改法 整個故事就不同了 根本就沒有了作品原本的精髓和初衷 我現在不是要什麼初衷 你聽不懂, 我要的是飄防 飄防 但之前你真的不是這麼說的 你答應最後決定權在我身上 行 你若是留下這條命 或者給我錢, 我給你還回事 我們已經花了所有錢了 好, 如果你要拍過的 你再拒絕再報復我 你聽著, 現在這件事是你的問題 不是我的問題 如果你的影片拍得我滿意 我立刻跟你找到尾首 不然就沒得談, 好嗎? 我們的主題是透過天使下飯的遭遇 探討世道的艱難, 情愛的真正意義 女主角有一場戲特別好看 她最深愛的男人 就為了理想, 離開了天堂 好, 那場戲是說過女主角 自己一個人點起了蠟燭 然後在暗昏的環境下 不錯, 的確是一部很有心度的戲 我會把計劃書儘快發給我們的老闆 而且我們也會儘快回復給你們 真的嗎? 是 謝謝你 不用客氣 我送你們出去吧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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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不送你們了 再見 再見 我覺得挺好 她們來幹什麼? 我說過來推銷 說想我們投資她一部電影 但是她的故事聽起來也不知道有什麼 先回去工作 好 來, 坐吧 謝謝 你說今天約我出來 有些事跟我聊, 究竟有什麼事? 對, 想多問這部電影關於這部電影的事 這部電影我是女主角 不過你不一定要投資 你放心, 我真心對這部電影有興趣 那你覺得這部電影怎麼樣? 我覺得這部電影很正面 對, 不過我的班底就弱了一點 就是你想進去那個班底? 不是…我的意思是 她們很年輕, 沒什麼經驗 但是我看得出 她們很用心做過這件事 所以都是一個原因 讓我想投資的 那就是好 不用謝我, 我還要跟拍檔談 不過不多不少 因為你, 我才想投資這部電影 我不是想說什麼 你之前給了一個希望給我 令我下定決心, 掌握自己人心 現在我有能力了 我也想給他一個希望給其他人 在商言商 如果你真的覺得投資會虧錢 你可以不用投資 我現在只剩一間公司 我只剩一間公司, 我不會立刻投資 一間公司? 我再給你分 我有點餓了, 不如我們點東西吃吧 別這麼緊張 我們這次的飯, 純粹談談公事 如果談談公事的話 都談得七七八八 你有什麼細節上的事 你可以找回王導演 好啊 你跟王導演合作怎麼樣? 一無談成, 又得看了 還有很多精彩的片段等著你 記得訂閱TVBUSA的官方頻道 就不怕錯過任何最新上載的片段 BUSA CAMP